在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 在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居士 刘宿源 用盛年的时间学一部无量寿金 学成功 现在讲无量寿金 不必用金本 讲得头头是道 发源书神 走到哪个地方 人家都欢迎 神里一本书 他怎么学的呢 他得到一套光底 那一年 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五十五岁才开始 得到这一套无量寿金的光盘 六十个小时 我们都不认识 我是今年才跟他见面的 他成功了 十年成功了 告诉我 他每一天 听一片光盘 就是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 他听舍病 因为他听说 我讲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他就记住这句话 他真干 一门深入 就一步进 听到底 没有第二个念头 每一天 这一个小时 重复听舍病 第二天 换第二遍 第二遍 也是听舍病 六十天 听圆满了 六十一天 从头再听起 这样听了舍病 不但经全背了 连我讲的每一个字 他都背毁了 一经通 一切经通 他今天 任何大臣经教 一到念前 他全一丝好障碍没有 这是很好的榜样 今年六十五岁 十年 成功了 那我讲经常常提起他了 他在大陆上出名了 到处请他讲经 这就是说语 孟子 偶爷大死 这一类的人物 有人问他 你怎么学成功的 他说 他的秘诀就是六十 第一个是老师 第二个听话 第三个真感 一门深入 常识寻寻 他真感了 三年就成功了 我们试想想看 我们不是不能成就 把我们的时间浪费掉了 人家圣年在一步进上 我们这个圣年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圣年空过了 然后我们想想 古来祖师大德 有福报 你看多少成就的人 一直 一个老师 在一个山上 几十年不下山 今天日本 中西随功发死 到我们这儿参访 我过去到日本 去过六次 有一次 我去访问 日本的比喻山 有人告诉我 日本佛教 十三个宗派 开山的祖师 都是在这个山上修行 我上山 特别打听 这些开山的祖师大德们 在这个山上修行 时间多久 山上的老和尚告诉我 最久的三十多年 不下山 最少的 十四年 他才有这样的成就 成为一代祖师 发源殊胜 不是个好死 让你一天到晚到处跑 把心都跑乱了 时间都跑掉 不能成就 成就的 定在一个地方 如如不动 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 没有办法 没有道场 所以哪个地方有缘 就到哪里去 但是我守住一个原则 我到任何地方都将近 不能将近地方 我不去 所以我能够持之有恒 到今年 52年 奖金不中断 才有这点成就 如果我像古来祖师大德 那么有福报 有一个山头 52年不下山 我今天还得了 不得了 所以 年轻同学们 要明白这个道理 谁成就你自己 自己成就自己 古今中外 凡是有成就的 绝对不是老师在身旁 尝尝指点 没有啊 都是自己成就的 把握住 老师指导这些原理原则 真正能发勇猛心 精进心 持之有恒 没有一个不成就 那刘苏云居士是非常好的朋友 人家五十五岁才接触到 你们五十五岁还不到的 应该要跟他去 圣年成为大法司 他要一剃头一出家 身作奖金 就是大死